大家好 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 Tiger 今天这一讲 我们将继续一起来开发 麦子商城的 B2C的一个项目 首先 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在上一节 我们所实现的一些基本的内容 在上一节 我们主要给大家 设计了一个关于 这个 文化广告的一个 效果 那这个效果 我们这里是结合使用 这个GQuery 和DAV加CSS来实现的 GQuery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非常常用的 这个商业开发的一个前端用工具 它里面封装了若干的一些函数的代码 那这里呢 我们在这一讲 在给大家讲解了 这个它的一个基本的实现原理 以及如何通过代码去实现这个案例 那么后边呢 那如果大家以后在商业开发当中 如果有需要用到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大家可以能直接去把这个代码 直接Copy过去 然后呢进行修改 就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好 那么其实呢 在我们商业开发当中 并不是说所有的代码呢 都需要我们一行一行的去敲 其实有些现成的一些功能 一些现成的一些特效 我们就可以呢 直接拿来使用 直接拿来使用 那么这里呢 只是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怎么去使用这些案例 这里面的代码呢 这个是Banner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框架 然后里面呢 放了这个要轮换的图片 实际上我们的原理呢 就是首先通过JCray的酷函数对象 找到这个DNAV容器 然后呢通过设置 它的这个容器里面的第一个元素 first 第一个元素设置它为显示 其他的元素呢 设为隐藏 然后呢再设计了一个函数呢 去循环 循环也就是说每隔多少秒 然后循环一次 而循环做什么呢 就是改变它显示的顺序 改变它显示的顺序 然后最后呢 达到一个基本的效果 这个具体呢 大家可以下来呢 结合我们这里的代码呢 自己下来去操作一下 好了 我们今天这里讲的任务呢 非常的明确 也非常的简单 主要是推荐商品的模块 还有热卖商品的模块 还有这个特价商品 商品模块的设计 那这里呢我们主要这三个模块啊 根据我们的效果图呢 它就是我们中间部分的 这个中间主体 body部分的这个商品的一个展示模块 那这里呢我截了一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推荐商品的部分 那这里 推荐商品呢 这里上面是图片 下边是名字 然后呢在下边是这个价格 然后这里面放在这样的一个容器框里面 那么可能有的同学说这个还不简单吗 这个我们可以直接放一个 啊 table 对不对 table就是我们学习 html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个 啊 元素标签就是表格 table 然后呢在table当中 那么我们设置啊 一行两行三行四行 啊 这个一列两列三列四列五列 然后四行五列的一个表格 然后呢 把图片和文字呢 分别放到对应的表格当中 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布局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现在使用的是DAV加CSS 而没有使用表格签套 首先表格签套呢 在进行样式设计的时候 当然也是能够进行很好的控制 只要你的这个代码量比较的多啊 但是呢 它会存在一个表格签套 它对这个网页解析速度呢 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表格里面签套表格 表格里面签套表格 这样呢 网页浏览速度呢 势必比这个DAV加CSS是比较慢 所以我们一般的商业网站的开发 都会使用DAV加CSS的这个设计模式 好 然后这个热卖商品 特价商品 最新商品这里呢 都是使用类似的这个布局的风格 那我们这里呢 如何使用DAV加CSS 这里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DAV加CSS如何来进行搭建框架 DAV搭建框架 那么对于这个DAV而言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大的容器 容器里面呢 我们又放了一个容器呢 这里放的是推荐商品 当然这里呢 你可以用H标签来表示 也可以 我们这里用的DAV标签也可以 如果你用DAV标签呢 你这里呢 设了一个ID等于Title ID呢 Title我们要单独在CSS样式表当中 去给它设置这样的一个样式 OK那么这里呢 这个DAV容器里面啊 这里呢 放了这个UAL标签 我们称之为列表标签 这个列表标签里面呢 我们放了LI LI里面又放了图片 放了这个DAV图片 然后又放了DAV 然后里面呢 文字块来进行显示 这里我们放了若干个LI 这个项目标签 好 最后呢 我们通过CSS来进行对他进修设控制 接下来我们可以在实际的代码案例当中 来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设计图里面 设计图这一块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效果图里面啊 关于推荐商品这一块 那中间这一部分呢 我们首先呢 要先来在这里修改一下CSS效果 这里呢 我们给他设了一个边框 我们这里可以先把这个边框呢 给他去掉 好 怎么去掉 大家可以看 你看一下哈 这个是我们中间的主体部分 PageBody PageBody的这个中间部分 Mid 然后我们这里呢 不是给他设了一个什么 这里设了一个board 就是边框 那这里呢 还有就是我们左右呢 还有Magine 我们给他设一个 间距 上下 比如说上下左右各为五个像素 我们这里呢 来看一下 他现在呢 是一个怎么样的基本效果 哦 他被挤下来了 被挤下来了 原因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个上下可以设五个像素 左右可能呢 不能设五个像素 左右呢 我们这里设两个像素 因为这里呢 我们在计算这个宽度的时候 然后大家注意哈 在进入宽度的时候 如果我们三这几个部分的容器的宽度呢 超出了这个 附容器的宽度 那么这里他会被挤下来 会被挤下来 哦 那么我们这里呢 上下 比如说左右为一 我们来试一下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582 这里改成580 这样呢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这里呢 改成2 两个像素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刷新 好 刷新 然后这里还是有一点这个小问题 我们再来调试一下 那么我们这里呢 把它做了一个简单的修改以后呢 现在就重新回到这个正规的布局 并且呢 我们把中间这一部分的边框呢 给它去掉了 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在设计这个body 它的总体边框的时候 总体的宽度的时候呢 这里我们设的是980个像素 那么如果左边的像素 加上右边的这个宽度 加上中间的宽度 如果我们哪一个部分呢 超出了980 就加起来它的核超出了980 那么它会被挤下去 所以呢 我们这里呢 把中间这一部分的宽度呢 给它做了一个稍微的修改 再不影响原来美观的情况下 我们把它修改成570个像素 那么570个像素 那么中间部分呢 我们这里宽度给它设为578个像素 578个像素 然后这个并且呢 给它设了一个间距 这个margin margin间距的2像素 这个指的是上下间距为2个像素 然后第二个代表的是左右的这个间距为2个像素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像素这个问题呢 就解决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刷新一下 那它和我们下个图呢 这里呢 就会有一个间隔 一个间隔 然后这里如果我们也可以这样上下为0 左右自动 Auto 这个Auto就是自动的意思 那么这里呢 它就会自动的根据这个中间还剩有多少的宽度来进行自动的排版 自动的排版 OK 那么我们这里呢 还是把它设为2个像素 OK 那么现在呢 呃 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就是我们下边的这个布局的设计 根据我们效果图 大家看一下 下边的布局呢 这里其实呢 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课程课件当中讲的 这里呢 首先我们要给它放一个dv 然后这个dv呢 主要是用来啊 放这个容器 那这里我们先把这个dv呢 把它折叠起来 好 这个呢 呃 这个banner 这是banner这部分的dv 也把它折叠起来 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在下边继续 这里放一个dv dv容器 那么这个dv容器呢 是用来放这个热卖商品啊 这些的 然后这里呢 我们可以放dv 也可以呢 放h标签 这个都是可以了 OK 那我们放h标签吧 因为我们前面呢 也讲的是h标签 然后后边呢 这里再放一个dv 这个dv里面主要是放图片列表 然后这里我们再放一个dv 然后这个dv 我们来看一下 OK 那么这个dv里面就放一个ur列表 大家注意哈 我们在敲这个代码的时候一定要学会 就是一对一对的敲啊 一对一对的敲 我们很多初学者呢 在敲这个代码的时候可能啊 把前面的敲了后边呢就忘记了啊 后边的就忘记了最后呢导致这个效果呢 始终达不到啊 达不到这个预期的这种效果 然后这个是图片 我们还是给他放一个a标签 这个也就是我们在点击这个图片的时候呢 就可以链接到它对应的详细页面 那么这个图片的大小 这个图片在哪里 我们待会呢 给大家复制几个就可以了 复制一下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这个是放图片的DAV 然后每一个DAV里面 每一个LA标签里面呢 它应该还是有一个 这个对应的 它下面的名字啊 这些 那我们可以呢 在对应的下面呢 再放一个啊 这个比如说这个图片 我们放DAV OK 那么这里 放一个DAV 然后再来放一个DAV OK 那么这个DAV呢 就是放文字的啊 放文字的 我们暂时呢 把这几个呢 把它去掉啊 就刚才复制的 好了 那么这个 比如说我们可以呢 定一个class 这个是pro duct吗 imagine product 或者不是product box 商品列表盒子 然后呢 我们可以呢 在上边啊 再定一个css的样式 在这里 来定一个 第二 好 它的宽度呢 我们不需要管 因为它这里呢 可以自动适应它的宽度 高度呢 这里呢 可以给它加个高度 暂时呢 我们待会儿加哈 这里呢 我们先来设它下边的这个H标签 这里呢 我们放了一个标题标签H4 首先呢 我们还是要先把它的间距 啊 间距我们前面已经去掉了 然后我们要给它加一个背景图 background 啊 background url 去找到它的背景图 然后确定啊 确定 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背景图的长宽度呢 是580 高度呢 我们可以给它啊 设一个height 啊 height 580 30 这里是31个像素 啊 然后航高 我们也给它设一个line height 啊 31个像素 啊 另外呢 那就是文字啊 text indent 我们可以给它设一个30个像素 接下来我们可以在里面去给它设设 啊 设置文字的效果 啊 首先找到这个应该是推荐商品 好了 我们去找到推荐商品的这个 DAV 这个H标签呢 我们里面写 推荐商品 OK 推荐啊 商品 那么这里刷新一下啊 基本效果就出来了 好 但是呢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个颜色 我们看效果图当中 好 这个颜色 这里是白色 白色 包括这边呢 也是白色 这个大家下来呢 怎么改 好 其实呢 这个很好改 我们把这个H4标签的颜色 给它设计一下啊 设计一下 这个 包括这里 这里应该是白色 这是我们前面设计的啊 三个 代表是白色 这个字体 还有 这个字体的大小 我们把这里呢 也给它加上 要统一 对吧 好 Fontasize 14个像素 14个像素 这样呢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应该就能够达到基本的这个预览效果 刷新 OK 对不对 达到基本的效果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文字 文字的部分 然后这里面还应该有一个更多哈 我们看一下效果图当中 这更多是怎么设计的啊 一个more 那么这个more呢 你可以呢 放一个图片 或者放一个A标签 然后写个more 然后再给它设计一个绝对定位 暂时呢 我们啊 这个暂时不管它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下边的这个图片部分 好 那么对于下边这个图片哈 它是放在这个 Li标签里面的图片素材呢 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在这里 我们这里呢把它放大一下啊 放大一下这里呢 每个图片呢 这里都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800乘以600 800乘以600 哦 也有100乘以100的 那么我们在 这个 设计的时候 这里呢 要对它进行一个固定大小的一个 设置啊 固定大小的设置 那比如说这里呢 我们是A标签 A标签里面呢 我们放一个Emanji标签 SRC哈 然后呢 去浏览 去找到 这个对应的 好 上一步啊 上一步 然后呢 我们在 这个Emanji标签里面 PC 啊 这里 去找到这些标签 哦 这300乘300的 这100乘100的 啊 然后 这些 为了统一哈 我们这里要给它设一个宽度 100 哦 高度 也是100 哦 然后呢 在 第二个DAV里面呢 就给它 设计它的这个 说明 啊 说明 说明 然后这个 再给它放 它的名称 比如说 啊 高压 电饭锅 哈 这是一个高压电饭锅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还有哪些呢 然后 它有一个 接下来 A 复制 因为这个DAV它本身是牛市布局 就是从上到下的一种布局模式 所以说我这里直接放三个就可以了 哦 然后这个 随便写一个哈 这个 某某某品牌 然后价格 然后价格呢 这里 是 三百八十九元 然后三百 三百八十九点零零 然后这个价格这一栏呢 我们可以给它 定一个 class price 啊 class price 就是价格 然后 对于这个Li标签呢 我们可以的进行一系列的复制 好 多复制一点哈 因为我们这个图里面所 这个我们这个内容里面本来就需要这么多 好 OK 我们看一下 然后它现在呢 是一个怎样的 格局 是一个怎样的效果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对它下面呢 进行任何的修饰 它就是一个列表的样式 看到没有 那接下来我们要对它这个Li标签和这个 Ul标签来进行 一个修饰 好 box pro box product box 里面呢 首先找到 Ul标签 我们呢 设计它的list style 给它设计为Long 好 然后 呃 对于 这个呢 这个呢 你可以给它定一个宽度 啊 定一个宽度 wilders 那这里可以可以不用给它定宽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找到它的Li标签 Li标签 然后呢 对Li标签呢 给它设置一个显示的方式 Display i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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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inline block 都是可以的 好 它们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 inline 好 那这里 这是Li标签 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宽度 Wilders 这个是570个像素 OK 570个像素 好 刷新一下 那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呢 这边效果呢 它也发生了变化啊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猜想 那可能是这个CSS样式呢 进行 就是把前面的啊 也进行啊 修改了 所以说我们 来看一下 这个product box 这个样式里面 好 对 那前面我们也使用过这个product box 所以说我们这里就要改一改 比如改成2啊 把这个改成2 比如说 这里呢 要区别开来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把下面应用的这个呢 也改一改 好 也改一下 这个商品分类 哎 不是这个啊 是下边的 高压电饭锅啊 这里 找到这个 图一键商品 OK 找到了 然后修改了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 那他应该还是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还是一个向下的 那么其实这里呢 我们应该啊 啊在css当中进行给他修改 这里呢 我们应该使用这个in display inlight block 啊 这里inlight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这里呢 是实际上是需要他进行块状显示 啊 就是放在一排 然后呢 再进行块状显示 然后接下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就达到了一个基本的预期效果 只不过后边这四个是多余的 我们可以把它去掉 好去掉 然后呢 找找到这个我们 刚才复制的时候多复制了几个 这是你在去掉这个多余代码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哈 这个开始标签和结束标签 一定要认准啊 不然的话就有可能导致这个 啊不好的效果出现哈 开始标签结束标签一对的啊 把它去掉 好了就这样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文字的居中对齐 还有呢 就是这个加加粗 还有呢 就是它的颜色呢 变红色 还有就是这个模块和这个模块之间哈 这里应该有一个基本的间据 这个呢 我把这个属性呢 都给大家说一下啊 大家下来呢 自己啊 然后先来尝试去设计一下 这个效果图呢 都已经发给大家了 这一讲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下来呢 就可以根据效果图呢 把这些局部的样式呢 先进行设计 我们下一讲呢 再继续呢 给大家进行讲解 好 我们下一讲再见 再见